脱成这样的齿痕蛇就不要健脾了 不然就是害了自己 这是一个40岁男性患者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蛇两边有很明显的齿痕 像这种齿痕蛇已经不是一般严重 患者来的时候主术就是浑身没劲 只想躺着不想动 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而且胃口比较差 晚上睡觉时还有失眠多梦 倒汗心慌的现象 他自己也尝试过很多方法 像龟皮丸四菌子六菌子都没少吃 但是基本没有什么效果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蛇的两边的齿痕是比较明显的 并且舌头颜色比较淡 舌面还有淤点 这说明他刚开始确实是脾虚失气重的问题 但是拖的时间久了 他这个气血生化严重不足 如今没有气的保护 寒邪就是容易入侵脏腹 导致阳气受损血液受阻 所以他这个情况已经不是简单的脾虚失气重的问题 已经从脾虚发展成为气虚两虚阳虚以及血淤的情况 他的调理方向应该先温阳上寒 活血化淤 然后再去不平